习近平5月30号下午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认识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 正确把握重大国家安全问题 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会议强调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 艰巨程度明显加大 国家安全战线要树立战略自信 坚定必胜信心 充分看到自身优势和有利条件 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会议指出 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主动塑造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 会议强调 国家安全工作 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 切实做好维护政治安全 提升网络数据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水平 加快建设国家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 等方面工作 我们要认真的研究 就共产党的这个 要做好惊涛骇浪的准备 惊涛骇浪 是针对香港 台湾 新疆 以及对欧洲 南美 中东 能源 西方 一带一路 包括在美国内部渗透 一系列的行动 这是极为危险的 习已经完成了一切之布局 开始全面的 就是习式革命 严格来讲就是 隔共产党和中国老百姓的财富和中国人的命 隔全世界的命 惊涛骇浪 绝不仅限于北京 也不限于中南坑中南海 而是全世界